来看政治消息 表态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因为不满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采取两阶段的整合民调 也就是说在党内初选 胜出的人还要再跟台大医师柯文哲评比民调 才会决定人选 因此吕秀莲痛批党中央没有党阁 也在稍早宣布要退出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党内初选 不过他依旧保有参选权 吕秀莲批评民进党为了特定人事 另外做评比 完全都违背了去年八月 党中央所通过的游戏规则 他认为两阶段评比损害了民进党的党阁跟党纪 因此拒绝参加这次的党内初选 不过吕秀莲强调他还是保有参选权 也就是说如果最后是由柯文哲代表绿营出征 他还是有可能再战 但是如果要参选到底恐怕得面临开除党籍的问题 吕秀莲现在这样的宣布 也让民进党台北市长的人选过程更加棘手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让现实地并不思认 效果是什么